因為我是單親家庭 對 所以我對婚 我對家庭的渴望是很完整的 結果走到這個步驟的時候 我發現我年紀已經大了 所以我並不能像就是 我年輕的規劃的那種路去走 然後加上我自己每個月有房貸 然後我有公司 我要養我的員工們 然後我就想說 如果這時候懷孕的話 那我員工該怎麼辦 妳就開始害怕懷孕了 對 我的小孩如果超過十八歲 成年的時候我都六十歲了 然後我要 要想我先生能不能就是 扛過這個經濟這樣子 然後再來我就聊到小孩的教育 那我覺得觀念不太一樣 但是他是會順著我 但我覺得兩個人關係 不是一直順從這樣子 對 妳也要有妳的心態想法嗎 那個時候我有去媽祖廟拜拜 我說我希望可以遇到一個 穩定的一個對象 那個時候 我老公也是在那個時候出現了 那就因為這樣 我就想說 好 那我們就要花一些時間 相處看看 也許這是媽祖娘娘幫我找的 就試試看了 OK 所以一相處之後 認識一個月他就想婚了 對 妳是做了什麼夢嗎 我那時候會覺得說 這是一個小男生的衝動 因為我老公小五七歲 然後我前夫帶我八歲 妳看他多老 妳看妳這多好 小小朋友 沒有 然後我就覺得 他應該只是那個衝動 想要結婚 剛好他年紀也到了 那我是過了一個想婚的年紀 那他既然那麼想要結婚的話 那也許我們可以試著走走看 然後我們也是在交往 認識一陣子的時候 我跟他一起回到 當初我求的那個媽祖廟 然後我們就拜一拜 他不準頭 人就不見了 結果我就看到他在擲杯 然後就這樣擲 連續擲了六個聖杯 我就說妳問了什麼 回家裡 爸媽都會說 那是男朋友 妳最近好嗎 妳有沒有吃飽 這樣 好 就基本關心 結果一變成老公之後 就開始了 妳有買房子嗎 妳的那個家裡有房子 妳自己有存款嗎 妳存多少了 妳保單有買幾張 這麼直接 之類的 因為我們家庭 其實比較傳統一點點 就是他們的問話 他們其實真的就只是關心妳 他就是 他也沒有特別的 要給妳一個下馬或怎麼樣 對 可是他就是一個 用一個很直的關心妳 就跟妳講說 妳要怎麼樣 然後或者是他會跟妳講說 妳做這個沒有用 然後甚至是有時候 阿嬤每次就回家的時候 阿嬤每一次都會問 大概我們回家五次 他大概會被問三次到四次 就去到八次去